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跟大家透过一本书来面对在当下 许多人都面对的一个很庞大存在的生活的压力 但这些人曾经是在上个世纪 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中间叫做中产阶级 那么有一本书是八旗文化所出版的 那是翻译的外国人写的书叫做被压榨的一代 他就在谈中产阶级消失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陷入了财务的焦虑跟生活的困境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 爱丽莎奎特是非盈利组织经济困难报告计划的执行主编 这个组织呢是致力于报道不平等的社会现象 那么中产阶级的消失呢 似乎是在全球化之后 一个非常引起大家关注的全球性的社会现象 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发展比较稍微成熟的社会里头 像台湾似乎也面临了非常类似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请得到八旗文化的编辑中寒敬 来跟大家介绍这本书 欢迎 那本书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本书呢应该这本书还蛮好看 他写了很多很多的实际的例子 可见的因为这个组织或者作者透过这个组织本身 他们接触到非常多实际的状况 所以他不是只是一个学术研究上面的冰冷的数字而已 他会让你感受到很多可能大家都会颇有同样的感觉 就是像我念几个他的章节的名字 你大概就会知道了 就是说高学历已经没有用了 工作到累死为止 然后你要去找到第二人生的产业 然后呢 这个你难以想象在怀孕跟职场之间受到的压迫 然后你没有办法照顾你的小孩 被轻视的照顾工作等等 你大概就会看到 那我刚刚一开始就在讲 就是说上个世纪尤其是有了这个资本主义呢 开始在战后比较稳定的发展 然后大家又有发展出 当然美国可能不像欧洲啦 有很多的社会福利的这种照顾之后呢 中产阶级大量的成长 那么但是为什么在全球化 另一波的这个经济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潮之后呢 的现象居然是这些中产阶级 我们刚刚讲的社会稳定的 非常庞大的这一股力量 却快速的在消失 那现在的所谓 本来应该是社会稳定的中产阶级 到底面对的哪些生活上面的庞大的压力呢 就是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 是不是先请韩靖来讲一下 中产阶级消失的状况有多严重 这个我们平常在谈中产阶级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到底什么样是中产阶级 谁是中产阶级 对我们需要有一个定义嘛 那现在大部分我们可能会用他们的薪资啊 他们的出生背景啊 他们的教育制度等等的 那也有一个很直觉的做法 就是问他们主观觉得他们自己是不是中产阶级 对就中产阶级我们对 一般我们会觉得像如果是军公教啊 对一定就是属于中产阶级 对不对 然后你譬如说你有专业的 譬如说医师护士啊 这一类啊 什么师自辈的也都是一定都是中产阶级 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些人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是不是好像慢慢变消失了呢 有一个数据是说1998年的时候好像是说 大家觉得有六成以上的民众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 哇你看所以你看那个社会有多么的稳定 可是到的 因为有大部分的人他是有稳定的工作收入 虽然他不是有钱人 但是他基本上生活有一定的水准之上 对对不对 可是到了最近开始只剩下27%的人觉得自己 所以有一半的人他上个世纪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 到这个世纪觉得自己不是了 对 这是 这很恐怖耶从60%掉到27%耶 是 所以这个社会本来有六成的人 现在只剩下四分之一的人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 我的妈呀 但是我相信呢 这六成里面消失的那33成的 33%的人呢 并不是因为他们变成富豪了 对不对 一定是觉得比中产阶级更下降嘛 是啊 会变富豪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的人而已 对 那怎么会这么严重 为什么呢 这里面就在谈的那个问题 我们就常常去听到嘛 就说我们的市值薪资没有增加 可是我们的物价上涨 这也是这本书在谈被压榨的那个压榨这个词所谈的事情 就是说当这两边互相挤压的时候 其实你会过得越来越觉得不太顺遂 觉得不太舒服 就说变成就是说你的薪资的调涨跟比不上物价调涨的速度 对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嘛 对 所以我们也常常讲说台湾的薪资几乎实质上什么20年没有涨 其实都没有涨 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是啊 换句话说 这种事情就是你20年前一个月收入是8万块 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啦 那20年后你还是8万块 20年前8万块你可能过得很舒服 OK的 20年后的8万块你觉得怎么好像每个月都有点捉襟见肘 是 差别就在这里 那因为这样子而发生了哪些社会现象就对了 对 所以他一开始的前言就写说再也回不去的生活 那这些东西就会出现在说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房价涨物价涨 是 小孩的教育费涨 是 保姆费涨 对 就是这一些好像没有办法舍弃的这些消费 你都 看医生也涨 是也涨 你都必须要还是得负担的时候 你也不能不生病啊 生病你也不能不看医生啊 小孩不能不去上学啊 你不能不租房子住或者是买房子啊 是啊 你想想看光是房价就涨多少 是 好恐怖耶 对 好 那所以呢 这其实是一个我刚刚说的 还蛮普遍的一个现象 虽然他这本书是美国人写的 他是美国的例子 对 其实当你看到这本书里面的很多的 呃案例的时候呢 你也会很多故事啊 不要讲案例 很多故事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 鱼有七七焉哦 是 好吧 那你我们就先从这个 你说一般的这个 这个大家都会 大家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 都会先从高学历无用 就这样开始切入 大家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高 学历很高的社会啊 对啊 非常非常高 就平均学历超高的一个社会啊 是 但是高学历没用 对 我们在谈高学历无用的时候 我们是会把它跟 我的职业 就是我如果读了这么高学历 我可不可以相对有同样的收入 就高学历可以等于高收入吗 因为高学历的意思就是说 你人生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念书 没错 你要念到 可能高学历现在不 大学已经不算高学历了 你起码要硕士啊 对不对 是啊 所以你可能一直到25岁都还在念书啊 25岁是可能硕士差不多毕业 才刚念完而已啊 这算顺利的咧 是 有人念更久 一直在念硕士 然后呢 结果咧 他就 他就可能觉得说 比如说里面有提到有些案例是指说 有一个读英文的教授 他在学校里教书 然后这个作者就去约他要访谈 访谈说 到了柜台的时候 前台的时候就问他说 我要找这个某某教授 结果这个某某教授 怎么样都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 也找不到这个人的研究室 也找不到这个人的联络电话 像台湾的流浪教师 他只是去 他只是去监课 监课待课的 对 只是他们约在那个地方 作者都以为他要被骗了 想说 我是不是碰到诈骗集团了 结果不是 对 现在台湾也好多 非常多是这样到处监课 而且那个老师在学校里面 也还一个学期 监了四门课 其实还不少的 对 但是却找不到他 好不容易遇到他 深深来此以后 就开始聊这个人 他以往他的读书的过程 这个经验 那他就发现说 在他还在读书的时候 大家都鼓励他 你要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要选你喜欢的科系 那可能在当时那个时代 觉得选这些科系 你未来进到 职场 职场里面 进到大学教书 你继续往 读到博士 都没有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 拿到终身职的教授 比较多 所以他想要留在学术节 对 可是发现 他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 得到终身职 更何况他中间 可能去生了孩子以后 孩子还有一些 先天上的状况的时候 他中间休息了一段时间 要再回到学校 学校很明白地告诉他说 你可能没有办法 拿到终身职 你只能一直就这样 尖刻下去 他变得非常非常痛苦 像台湾这样情形很多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太多人去念书了 因为我们 尤其台湾是一个 相信高学历的社会 美国还不是这样 美国就觉得 大学毕业就很OK了 那台湾就是那种 就是书越念多 念得越多越好 就变成台湾满街 都是硕士博士这样子 那哪里那么多学校 哪里那么多教职 再加上现在又少子化 学生都越来越少了 老师越来越多 然后就变成就是说 所以你就知道嘛 那很多老师 就会找不到教职 就会变成像 刚刚您说的这种状况 然后你要留在学术界里面 你生多粥少嘛 对不对 如果你就像你说的家里有状况 或干嘛离开一阵子 你那个缺少都被别人占满了 没错 被别人占走 人家就不会 不会走了啊 对不对 就像你说的 学术圈的人 大部分就一辈子都留在学校教书 教到退休为止啊 对 所以你就变成就是挤不进去了 所以他就算念到博士 因为他可以当教授 大概有念到博士嘛 是啊 那就变成 这种很尴尬 在家里念 因为你学历又那么高 然后呢 念书念书念到快三十岁 嗯 然后这时候你 拿到博士之后 找不到工作 这下可真的尴尬了 而且你不会一直在读书 因为你一直在读书 你又没有社会历练 对 然后你去公司找工作 人家想 哦我要请一个博士吗 压力好大 老板也觉得压力好大 哦对不对 我为什么不请一个二十岁 高雄大学毕业 然后好教好带好用 是啊 是不是 是啊 我公司刚好需要 称到博士 好像没需要 我碰到有一个朋友 他现在就是在开工厂 那他碰到有 投履历的人 对 履历的 哇那个学历非常非常高 他自己他自己会想说 啊 我真的要用这样的人吗 对啊 而且我学历比他低 对我学历比他低耶 我会不会教不动他 他会不会 你会想很多啦 你空一切 对啊 然后你跟其他同侪相处 你会不会有问题 对啊 因为你的学历就比别人高 这样子 这件事情 会让大家过不了关 过不去 对 所以你就变得很难找工作啊 对 对不对 那不然你就掩饰一下自己的学历 就只能写说 啊大学到哪里 假装我只有大学毕业 对对 那这样子就更尴尬了 就是觉得 对不对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 是啊 我就念到博士 可能硕士两年 博士可能快要念到五年 那人家可能也会问说 那你中间这段时间去哪了 对啊 那就假装只念了硕士 这样时间差少 哦这人生真的是无比之尴尬 对 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都不会太鼓励小朋友 年轻人啊 就是说要一定要去念博士 就是除非你真的对这些 这个东西真的有研究 或学术上面的兴趣 不然的话真的不需要念到博士 而且 那博士要干嘛 博士就是学术研究嘛 对啊 可是就像刚刚说的学术研究 就是生多周少 是 我们能够投入学术研究的资源 真的有限 对啊 没有办法 那结果就会变成说 啊大家觉得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 读到好的学历 我就没有好的工作 很奇怪 很奇怪啊 我觉得这是观念的问题 就是说这本书里面 其实也一直谈到一个观念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迷信一些传统的观念 比如说高学历 你就会有高收入 那你可能会过得不太好 因为社会正在变化 错了 对 错了错了 这样的假设是错的 对 或者说你有高学历就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对 他可能 这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对 去想的 对啊 哦 我觉得这本书 这个作者也常常去提到说 他不停的思考 嗯 为什么他过的生活 跟他父母过的生活不一样 不一样 嗯 对 对 这也是 这也是 里面谈到观念要改变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办法认清楚你现在所处的环境 嗯 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如果你能够认清你的所处环境 你才有办法去想清楚 你应该要选择怎么做 嗯 很难啊 很难啊 所以那个第一章就是难以想象 对 第一章的标题就叫做难以想象 那他其实从这个家庭跟女性的角度还蛮多的 我觉得还蛮好的 是 所以他就在讲说 我们刚刚讲说怀孕或者是你有小孩的时候 其实是 他其实讲出来一个很大的现实 就是为什么台湾也会 大家都不生小孩的原因就在这里啊 哪有时间生生了也没有时间照顾啊 是 工时这么长 啊工时为什么要长 因为工资低啊 因为不够不够赚的钱不够活嘛 对不够养 可能勉强养活自己 对 可能养不活小孩 对啊 嗯 而且现在的小孩的需求又不像以前 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代 就是小孩生下来随便放了 他都自己会长大 随便养自己随便大 对不对 现在父母怎么可能会这样子 就觉得小孩不能够输在起跑点 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 哦很贵耶 养个小孩很贵耶 对啊 嗯 再加上我们这一代 可能还会想说 我要自我提升 对啊 因为我很焦虑嘛 觉得我们要学很多很多东西 对 所以每个月都自己还去上课 嗯 自己的学费 小孩子的才艺学费 哦 OK 好 所以说在这里面 他有讲到就是 呃 很恐怖的一个生活的状况 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譬如说他讲到这种 呃 极限托儿所的这些情形 好 极限托儿所 这个是这个作者自己命名的一个名词 为什么它叫极限 因为这个托儿所是24小时营业的 哦 24小时的意思是说 呃 因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工时的关系 嗯 很多家长他的工时很长 他变成 必须要把孩子留在托儿所这么久 或者有些人的工时不稳定 他变成要半夜的时候 把小孩送到托儿所去 对啊 然后再 好不容易下班以后再去接 接小孩回来 对 所以这个托儿所的负责人就变成 他的 他的工作时间也变得很 很零碎 对 他现在就是 像台湾的话 大概就是 阿公阿妈在负责这个工作 对 在台湾比较多是 很多 因为我们没有24小时拖儿孙 小孩要丢到哪里去 对 阿不然就是把小孩自己放在家里 大人就跑出去工作 好像只能这个样子 对不对 对 或者是很多就是阿公阿妈 如果小孩太小的话 对 没有办法自己在家 如果他上了什么小学 的话 稍微那个 爸妈可能就把他丢在家 就是一把钥匙给他 对啊 对 那可能在美国就是违法的 对 对啊 可是在台湾的话 可能 阿不然就是阿公阿嬷这样子 很多都是这样子 阿不然怎么办 阿公阿嬷好辛苦 对啊 那不然怎么办呢 对不对 不然谁带小孩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 因为你如果不阿公阿嬷帮忙带的话 哎 那你赚的钱 通通都付给保姆了呢 对啊 那 那 你就觉得人生 呃 生活这么的累 是为了什么 对不对 那就 很多人就觉得说 哦 不敢生小孩 这里面也谈到一个情况 就是说 呃 比较有收入稍微好一点的父母 他可能请了呃 外籍 外籍的看护 嗯 来照顾小孩 嗯 然后这外籍的看护呢 他因为自己的小孩 在在 在原本的家庭嘛 对啊 他没有办法 很多都这样啊 对 没有没有没有办法照顾 他怎么办 他再去请一个 另外一个国家 更便宜的 更便宜的来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 全球的照顾链 哦 就结果自己都没有 照顾到自己的小孩啊 对啊 所有人都没有照顾到 自己的小孩 对 所有人都是别人 在照顾你的小孩 对 这是一个非常畸形的世界 是 哦 所以这里面 这个作者一直在谈论 就是照顾这个 这件事情 不管是 哎 照顾的本能 或者照顾的行业 也就是所谓的托儿所 或者是看护这些事情 是不是大家 把这件事情 想得太 理所当然 或太简单了 嗯 或者是说 他就是一个 用爱奉献的一个行业啊 嗯 所以 给照顾人员的薪资 也很低啊 也不高 可是那超辛苦的呢 对啊 然后结果 所有的社会 在这样子的压迫底下 你的孩子的 哎 我们是要把 下一代 嗯 交给这样子的一群人照顾 嗯 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的生活也很有压力 对 那 孩子要怎么样 好好的成长 所以就是一个很畸形的社会啊 就变成就是说 所有的父母 只要看到托儿所 有什么虐因啊 虐额的新闻啊 就开始全面的恐慌 是 就很担心的 自己的小孩 会不会去送到 一个这样的托儿所 是 会不会去遇到 一个这样的一个保姆 是 好 那为什么不自己带 因为你要去赚钱 然后就这样子 一直循环下去 那就变成就是说 小孩子应该要享有的 亲子的时间 或者是父母也 也需要这个亲子时间啊 你也想要跟小孩子相处啊 这个跟小孩子相处 跟照顾小孩本身 小孩跟着爸妈本身 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 很自然的 家庭生活的一环 然后小孩子成长的一环 可是却没有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是 一个一个的梳理耶 没错 没有办法享受 正常的家庭生活 然后呢 你也没有办法去 照顾老的 对不对 没错 小的老的都没有办法照顾 然后能 为什么他说被压榨 就是说 你要 你的工时太长了 你可能不止一份工作 你要兼两三个工作 对 然后呢 你 如果是一份工作的话 最好是能够有加班的机会 如果正常上下班的话 薪水也没够用 他如果只能正常上下班 他就会在下班时间 再去兼一个工作 对 而且我有碰过就是 工时不稳定 那工时不稳定的情况是这样子 我很喜欢脚底按摩 然后脚底按摩的师傅 按得很好 我就问他说 那你平常安排的时间是什么 我下次也要预约 他说不用不用 你只要打电话来 说要找我 马上 我的店里就会打电话给我 我就住在附近 我马上过来 他换句话说 他为了要赚这个钱 他随时stand by 他随时stand by 所以他完全没办法安排 他自己的生活跟时间 没有办法 我问他他有没有孩子 他说有啊 那孩子怎么办 也只能这样咯 怎么办 对啊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 很奇怪的一个社会现象 是啊 所以这个作者他一直觉得很诡异 为什么社会上面会对于这种人的本能 就是生儿育女 这个是一个人类本来 繁衍下一代的一个本能 这么的忽视 甚至有一点点仇视 就是刚刚提到 比如说你在职场怀孕啊 你职场有孩子啊 好像 好像你是个负担 好像你是个负担 好像你拖累大家 对对 他里面就提到案例说 老板听到员工怀孕 脸马上垮下来 而且甚至这个员工是 是一个 他里面提的案例子是一个律师事务所 这个员工是律师事务所的 合伙人等级的 他告诉他的老板说 我怀孕了 那真的是晴天霹雳啊 那个老板马上 因为他是合伙人等级耶 对 老板马上 怎么会这样 我可以想象 这个太恐怖了 甚至他访谈到了 许许多多的人说 我现在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可是我都故意去穿 很宽松的衣服面试 我决定要在 确定录取以后 才告诉老板说 我怀孕了 要不然一定会变成 老板觉得被骗 可是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怀孕要被惩罚呢 对 为什么要被惩罚 而且为什么老板会觉得被骗呢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正立文 为大家介绍 八旗文化所出版的这本书 被压榨的一代 他在谈中产阶级消失的真相 是什么让我们陷入了财务的焦虑 跟生活的困境 你每天忙到累到爆 可是呢 你的钱却永远不够用 上个世纪觉得自己生活 非常安定幸福的中产阶级 在这个世纪呢 上个世纪刚刚呢 在我们现场为大家请到的 八旗文化的编辑 中寒进 有讲说 上个世纪末有60%的人 觉得自己是中寒阶级 可是到了 现在呢 只剩下27%的人 换句话说 生活的压力会 忽然间变得非常的大 那这中间呢 有讲到就是说 其实过去 在我们还没有这个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社会的时候 这种家庭所扮演的功能 乃至于整个部落 或者是村落 所扮演的功能消失了 所以以前有大家庭嘛 所以你不会有托儿 跟房 就是照顾老的小的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住在一起啊 是 那家族很大 那就有人 你知道吗 就是 好 那就有这个家族的这个功能 不见了 那你现在就是小家庭 父母两个人 那夫妻两个人呢 根本就 一定要双心 否则的话 你家里的钱是不够用的 那你生了小孩之后 你要把它放到托儿所去 然后呢 爸爸妈妈呢 最好不要生病 生病就完了 如果有小孩跟爸爸妈妈生病 哇 这个家子那个 重担就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刚刚在讲到说 这些 长期被轻视的照顾的工作 然后你的小孩交给保姆 那保姆呢 是来自于 譬如说像台湾 可能来自于印尼 那他在印尼的小孩呢 就要找更便宜的人 的去照顾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没有享受到 正常的家庭生活 可是就变成是一个 现在的世界 就是这样在运转 其实你看像 不管是在美国 或在台湾 甚至大陆也是这样啊 就是有所谓的留守儿童 什么留守家庭 那叫什么 反正就是呢 爸爸去 这个北上广工作 假设这样子啦 那他留在乡村里 条的小孩 一年可能只见到爸爸一面 妈妈一面 然后就是有阿公阿嬷 有没有 就是一个非常畸形的 辛苦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社会跟世界 那么你看像现在 你去台湾的这个传统市场 都非常的萧条 谁有时间去买菜 然后每天去买菜 买完菜之后 回来做饭 你说早上 大家一起吃早餐 然后晚餐 大家下班回家之后 一起吃晚饭的这种 天伦之乐 有没有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谈了吧 已经很少有家庭 有办法这样了 对不对 对 我问了好多好多朋友说 那你们后来 你们小时候的生活 跟你们现在 有些朋友已经生孩子了 结婚生孩子了 你们现在 你们会有同样的 这个生活模式吗 他说 哪有可能 对啊 怎么可能 这根本就完全是 不一样的生活状态 他说 即便以前 他的父母 也是双新家庭 也是出去 都出去工作 但他们可能早餐的时候 没一起吃 但晚餐 一定要回来一起吃 对不对 晚餐一定一起 而且爸爸还非常 强烈要求说 你不能在外面逗留 你要回来一起吃饭 我还记得 我那时候小时候 还有广告 就那种社会宣导 有没有 就说 爸爸回家吃晚饭 有没有 大家一起吃晚餐 这样子 类似像这种时间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讲这件事 也不敢讲这件事 因为讲这件事 大家觉得 太不切实际了 对啊 回到家都几点了啊 而且每个人回家 时间也不一样 是啊 所以这是一件 非常恐怖的事情 比较有愉悦的父母 就想说 那好吧 我就把小孩子的 晚上的时间填满 就去补习 上课 什么的 好可怕 不到九点的时候 刚好就是我回家的时候 对啊 碰到面 看一下联络簿 嗯 联络簿上面 他也看不清楚 就是在讲什么 啊 好啦 我签个名就好了 累死了 回到家都已经累得半死 签完了以后就好 隔天又同样一个 一个生活又这样 又开始 就这样子 所以其实 大家的生活品质 都很严重的下降 对 你会觉得说 以前 可能物质生活 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好 要求其实也没那么高 我说实在的 那 大家反而生活品质 是比较好的 这真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 这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 所以 这本书里面就写到说 工作到累死 你不要想说 以前我们会觉得说 打零工 兼两三份工 好像是很辛苦的人 或家里面一定是有什么 很奇怪的困难 困难才需要这样 殊不知现在好像大部分人 都会都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有一个趋势 叫零工经济 对啊 就把它美化了 它变成一个很潮的 对啊 状况 我第一次听到这零工经济 我想完蛋了 怎么大家现在 生活这么的苦啊 对啊 就大家把它变成 好像很炫的样子 是啊 slash人生 斜杠人生 有没有 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 心理安慰 就是 真的 虽然我打零工 但是我站在一个 反正大家都这样 对 这就是时代 时代 这在一个趋势上面 所以很多人都投入这件事情 对啊 可是我觉得那种 生活压力很大 是啊 这书里面他提到就说 我们要 我们常常去讲说 参与零工经济的人 觉得我是帮自己加薪 我去增加了一点点 增加了其他的收入 我做了一些事情 增加了其他收入 有赚 有怎么讲 有做才有赚啊 有做才有赚啊 加薪是说 你做原来的 一样的工作 可是薪水增加了 是啊 那你这是多做 当然多赚啊 是啊 我有很多同朋友 自己骗自己就对了 有很多朋友 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跟他说 你现在下班以后 你还在做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帮自己加薪啊 为什么他会一直提到这件事情 其实是因为 有很多的零工的 大家在推广零工经济的说 的时候都会用 这样子的一个文宣嘛 你是加班不是加薪 我们在帮自己加薪哦 你可以利用你下班的时间去开车哦 真的 你可以去增加你自己的收入哦 增加收入这样 增加外快啦 对 可是 开了一段时间后发现 压力好大 是哦 为什么压力很大 这里面就有谈到有人 为了要 比如说我们讲Uber 去开Uber 去开Uber 我们Uber不是有评分吗 评分 我们坐完这辆车 我们会说 这个车 舒适整洁 怎样怎样 有人为了要增加那个评分 他去贷款买车 诶 这不是很奇怪吗 他原本是要增加自己的收入 然后他贷款又买了一台新车 把车子弄得好好 然后结果 他增加了什么 他就增加了他的负债 累死 对啊 然后你还工作 你本来是闲闲坐在家 坐在沙发上的 结果现在变成跑出来工作 对 还付贷款 付贷款 然后 他就 以为自己 多了收入 没有办法 他没有 他 结果他没有办法离开 那样子的一个 生活状态 真的有人这样 还不少人 因为他 他如果他车子不好的话 他评分会降低 评分降低的时候 就会有人来关注 对 Uber就会来关注 我今天早上才看到 新闻说 你的 如果你的评分不高的时候 就会来 问你说 问你说 是什么状况吗 你是不是要需要改善什么呀 大家也比较不会去搭你的车子 嗯 我跟你讲 有在 就是说有正面的评价 并不一定会帮你带来好的生意 但是有负面的评价 绝对会让很多人不敢用你 是 或不敢买你这个东西 而且现在这么容易看到 对 网路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换句话说 呃 这本书 他在前面其实讲了很多章节 就是在讲说 其实你面对的这样子 好像你陷入了一个 无止境的循环里头 没错 然后你一直在牺牲你的生活的品质 是 跟家人的时间 是 然后呢 你一直在为了赚钱这件事情 陷入一个 没有办法逃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很像那个松鼠在那个圈圈里面 一直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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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跑跑 可是你并没有跑到哪里去这样子 可是你就是每天得这样子一直跑这样子 而且在这样生活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 你必须要做非常非常多 很细索的决策 对 以至于你没有办法看清楚 到底自己该怎么办 就会发生我刚刚说的状况吗 见书不见灵 对 就发生我刚刚说的状况吗 他贷款去买车 因为他要投入 就是白忙一场就对了啦 他为了要投入某个趋势 这个趋势好像会让他翻身 结果没有 反正就更累 反正就更累 然后你还负债 对 这是一场空啊 所以大家其实有时候要冷静 然后跳脱出来 看看你自己的人生 检视一下你的人生 那到底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那你到底需要多少钱 因为钱永远不够用啦 怎么可能会有够用的时候呢 绝对不够用的 那但是问题是说 你可能要帮自己想说 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要跟 你要什么样的家庭 很多年轻人 因为那个 中韩境非常年轻 看起来就很年轻的样子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就会变成 就是说 连结婚都不想结婚了 对 我当初在选这本书 要在台湾出的时候 也是看到 我看到木刺的时候 就刚刚主持人 念了几个木刺嘛 对 我看到木刺的时候 想说 哇 这就是我的 我和我的朋友们 你们这一辈的人 非常担心焦虑的事情呢 是 然后不停的 比如说有些 我可能还好 有些朋友有些焦虑 父母会说 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结婚了以后 你什么时候要生小孩 对 好像他是一个进度 对 就是你几岁了 就应该做什么事 进度就勾 勾出来以后 你发现 我婚结了 压力好大 我小孩生了 牙齐更大了 不小心生到双帽太惨了 真的 很多女生 也在逃避这件事情 是啊 就不结婚 对 真的 因为女生 就是要负责生的 就会回到书上讲的 就会开始碰到 职场上面的各种压力 对啊 那这次就中断了 那有很多女生 她也有她的事业心 真的 她也想要她个人的成就 这是个人主义的读数 每个人就想要做自己 成就自己 在这成就自己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牺牲了很多东西 没错 那你自己不知道 但我觉得她是一个观念上的 观念上的转换 或许OK 那我觉得这本书好的地方在于 因为这个作者是个女性 所以她用女性的角度去看来 女性很多很多的困境 是啊 因为这个整个社会营造了 就像你刚刚说的某一种氛围 好像大家都应该这样才对 如果你说不要 我不想要念那么多书 我那个学校毕业 我就想要找一个好老公 然后我想要生六个小孩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你是村姑吗 就是你懂我意思吗 是不是你在学校 你的同学都会觉得 这个女生怎么这样啊 对 是不是会觉得你是个怪胎 好像你 这就是 但是我们到另外一个极端 男子已经都被扭曲了 另外一个极端是 如果那个人他一直读书 一个女生一直读书 他读到一个高学 他觉得都读到硕士博士以后 你怎么一直读书 你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 对 我听到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这样的说法 可是这样说法很怪啊 就是啊 就怎么会这样子去 说人家呢 几乎是一个性别歧视 我觉得 那如果像你说的 什么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啊 金融业上班啊 或者这种竞争很激烈的产业 或者更不要讲科技业了 那他就根本就 根本就没有 根本就不会想要结婚啊 因为他就要在 在他的这个事业上面 要一直冲刺一直冲刺啊 因为他只要稍微 落一点点下来 就差很多啊 他就会对人家差很多 对啊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职场 休息一下再回来 回到节目的现场 在我们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 八旗文化出版社的编辑 中韩静 韩静呢 现在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呢 叫做被压榨的一代 在讲中产阶级消失了 那么这个一个 社会的世界的一个趋势 那导致呢 大家好像 生活越来越忙碌 然后压力也越来越大 这个东西好像 怎么讲呢 跟大家对于生活的期待 跟收入的期待的改变 也有关系 所以这本书里头有一本 有一个章节非常有趣 就是百分之一富豪 人生电视秀 现在就是 我觉得很多这种 让你会去期待 就是说 你觉得我的生活 也要像他们一样 那就是不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那就变成就说 可是你每天就为了这个 你就去追求一个 没有办法追求到的目标 然后把自己类似的过程当中呢 你又牺牲掉了 很多你的生活的品质 但是呢 这个东西你除了个别的调整之外 那这社会 我常常觉得 政治不应该再去 每天讲那些东西 应该去看看实际上 大家自己 每个人生活的状况是怎样 看要怎么解决 比较实际一点 不过回过头来 那个请教一下韩静 钟韩静跟我们讲一下 什么是百分之一的 富豪人生电视秀 就是我们 没有办法过那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打开电视 体验一下那个生活 这个章节还蛮有趣的 我读到这一章节的时候 这个章节是在这本书 比较后面一点地方 我前面其实谈得有点痛苦 然后呢 看到这个章节的时候 忽然就觉得笑出来了 为什么 这个作者在怀孕的时候 他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 所以他就打开电视 看电视 他看到电视就发现 里面有好多好多 比如说在讲 中产阶级的人 怎么样对抗 富豪阶级 的一群人 然后这个中产阶级的人 他可能 很有趣哦 他是中产阶级的出生 然后他后来 比如说他因为投资 所以他赚了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钱 他对抗的那个人呢 是本来家族里面 就是属于比较好的家族 然后是一个法律的角色 我们会觉得这个主角 好像有一点点问题 就是道德上 有一些瑕疵啊 他好像一直只想赚钱啊 可是那个就是 我们自己的心态 所以他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觉得 虽然尽管这个人 有一点点瑕疵 可是好像很像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 就是说意思又说从中产阶级 想要上升到上流阶级 或是就是上层阶级这样子 这个过程当中不择手段 对 不择手段的要成为那个上层阶级 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对了 啊人们就很爱看这样子 很喜欢 非常喜欢看 这是其中一种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看到富豪们堕落的人生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到底台湾的 或者一般中产阶级大众 到底是仇富还是仇不公 就是是不是其实是对不公 有一个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心理 所以当在电视上看到 我们有一些 像是复仇啊 像是这一种可以有 有点报复的心态的一些电视剧 他们就会 这种电视剧就会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就是去富豪家族考破坏这样子 对 什么复仇这样子 对对对 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就是 单纯看着富豪的人生 觉得自己是不是也能过这样子 就是一种酸民的心态 其实内心是向往的 那当你自己做不到富豪的时候呢 就充满了这种很酸的心态 就是就变成仇富了这样就对 对 其实仇富的心中 就是恨不得自己是那个富就对 当自己不是的时候 就来就来仇富这样 对 好那所以这个百分之一富豪人生的电视剧 基本上也是一个散播独注就对 就是一个很奇怪 就是很像那个美国那个最有名 最受欢迎的石敬秀啊 人生石敬秀那一家人啊 对 然后每天过这种奇怪的生活 只醉精迷啊 那谁能够像他们那样啊 对 每天在电视机前面演自己的人生 就可以赚大钱了 所以我们看着他如果出球的话 好多人都会觉得哇大快人心 我觉得有点病态 是很病态啊 对 那但是大家就是这样子啊 像 所以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刚刚有钱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去追求买名牌啊 豪宅啊 豪车啊 名车啊 对这是一个很很 这个标准好像我们 现在当我们有FB 有IG 然后我们看到别人过的生活 因为我们一定会把漂亮的东西贴上去 对对对 那当我们都会以为对方 光鲜亮丽 是不是都是这样子 对 那我也要追求那个样子 对 那追求那个样子的表面 好像是大家都整体的生活品质提升了 对 你想想看 现在人压力有多大 你要穿很潮的衣服 我刚刚说的 要名车 要豪宅 然后要名包名鞋 然后你还要去整形 你还要买很多很多的化妆品 有没有 买很多你用不完的面膜 对 是不是这样子 这钱怎么会够花啊 对 光是整形就要花多少钱啊 以前我们那年代拿有什么整形 就少这条花费 有没有 现在人家多一条这个花费 好恐怖哦 那为什么这里面还有讲到就是说上层阶级的底层生活 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有一群人他们发现他们可以 他们好像可以过一点比较不错的生活 或者说他本来的收入也不算太差 可是这一群人他可能刚好就住在 假设好了 他假设住在台北 有一群人 我们住在台北 然后台北他的同侪们的生活模式 为了维持他们的那个生活水平 就是住在高级住宅区就对了啦 对 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 结果他必须要付出更多更多的钱 对 但他的生活 他的收入事实上是比不上同侪的 但他又在刚好在那一个圈子里面 就像我以前住在那个永康街那一块 那边很棒啊 第一个 很棒吧 但是我现在搬离了 我好想要在那里 对 是不是所有人都想去 是不是 可是第一个房价超级无敌特大贵 第二个 你在那边吃东西 就一般的消费 譬如说你吃一餐的钱 跟你去到台北市其他地方的钱 可能要降1.5倍 是 甚至于两倍 是 对 你没有 就差很多欸 对 你每一天的消费就差很多 你过一个那个和平东路到温州街那边去 咖啡厅那个咖啡的价格马上就掉下去了 就永康街那边咖啡一杯 跟过了以后 过一条大马路之后 那个咖啡一杯的价钱马上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说当你同样的这个钱 比如说我们再举刚刚的例子 一个月8万块收入好了 你去住在高级住宅区的时候 然后那边的人的消费水准 你可能就 你就顿时变穷了 对 可是如果你同样8万块 不要说在台北市的永康街 如果你搬到新北市去 或台中 马上变成好野人了 因为消费水准不一样 这件事情在我找租房子的时候 常常会有很明显的体验 就每次打开APP 然后找租房子 然后我就觉得找到很厌世 然后就会开始去想说 我可不可以住到台中看看 然后一看到差不多 我现在的房租 然后再看一下台中的那个房子的状况 那部件的良好的程度 就觉得 但是我没办法离开这里 因为工作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方 我只能就这样子继续下去 不然你想想看 在台北市工作的 每天有很多人 花很长的时间通勤 那真的是好辛苦 从桃园 因为我算过 如果我住到桃园去 我在通勤 好像也没有比较便宜 而且好累 我要比较早起床 很多人都这样子 然后对啊 或是从新北市 到台北来工作 所以这整个这种工作形态的分配 也是非常的不平衡 就这样子 所以你看像大安区 就是这种房价最贵的地方 也是人口老化最严重的地方 因为年轻人住不进来 住不起啊 年轻人要住新北市 才有办法住得起 怎么可以住到大安区 除非你家本来就在大安区 所以大安区没有年轻人 人口老化非常严重 为什么你知道吗 在大安区选取 不用担心没有青年选票 因为反正青年人很少 青年选票都不住在 因为都不住在大安区啊 就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畸形的一个社会 所以呢 八旗文化呢 所推今天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啊 被压榨的一代呢 他其实里面来讲说 未来呢 还有很多中产阶级的工作 将会大量的被机器人取代了 哇 好黑白的人生哦 现在就已经很惨 以前觉得中产阶级还蛮 有一点点骄傲呢 对 因为我们是比较 生活的比较好的 OK啊 然后又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啊 是不是 现在 然后像现在 很容易就被 未来啊 因为我们会 不太确定该怎么办 对 对不太确定该怎么办 那人生到底要用 以什么为目标啊 现在小孩子很辛苦耶 对啊 很多年轻人都想要当网红 不想当中产阶级 我觉得不停跳进去 当网红也是 一个对趋势的 误解 就是我们以为这个工具 会让我们变好 变红有钱 可是其实我们有很多 其他的事情没有考虑到 网红成功的也是没几个 也是就 因为会红 如果每个人都红的话 那就不叫网红了 对啊 对啊 那就是一定有很多人不红嘛 是不是 就像你走演艺圈也是一样啊 怎么可能每个人都红呢 每个人都是大明星啊 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红嘛 所以那些红的人才会特别嘛 对 对不对 好 今天非常感谢 是八旗文化所带来的这本书 被压榨的一代 大家呢 可以去看到里头 给你很多的 这个启示想想 看该怎么办 谢谢钟晗静 谢谢 谢谢 谢谢